AI人工智慧的快速发展 让人喜忧参半 但是美国大选快要到了 就有不少国会议员担心 有些人士会利用AI来散播不实消息 或者是操控选民影响选举的结果 甚至可能播放AI做成的录音 假冒普遍或者是泽伦斯基 进一步地改变乌俄战争的局势 美国参员司法委员会在16号 就特别举办了一场AI听证会 要针对如何监管跟规范AI 寻求共识 AI的身位技术到底进化到什么程度 议员要大家仔细听 AI让人类分不清真假 Chat GPT之父 OpenAI执行长阿特曼出席参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 表示自己有在注意AI带来的风险 阿特曼对AI可能对世界带来的危害深感忧心 呼吁政府成立专质机构 加强规范 议员也同感忧心 AI对人类的影响越来越大 正所谓成也AI AI的破坏力可能不输给原子弹 阿特曼支持设立一个像是国际原子能总署的国际组织 对AI加以监管 刘勇伟编译 阿特曼 阿特曼